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展主的頻道 今天又來到大家敲碗已久的 戰利品分享啦 這個月的分享有比較多服飾類的單品 畢竟到了幻境細節嘛 各家品牌都開始推出他們的夏季新品 然後剛好又遇到很多 我覺得現在不買就來不及了的單品 其中一些單品在之前的影片 還有IG的詢問桌都蠻高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也會把連結放在影片的資訊欄裡面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開箱這次的四月戰利品 首先今天的第一樣 是之前很多人在IG還有影片都私訊過我的單品 但那時候就決定要放到今天影片來講 所以賣了很長的關子 而這件單品就是我手上這一頂 來自New Era還有Enower Man的聯名漁夫帽 那New Era這個品牌大家都聽過了 這邊就讓大家科普一下Enower Man的品牌背景 Enower Man其實就是大人哥陳柏林 還有兩位設計師一起創立的台灣時裝品牌 品牌靈感是來自P04在1996年推出的單曲 Nower Man指的是流浪者或是居無定所的人 其實這一兩年來我都非常想嘗試漁夫帽的穿搭 但始終都沒有找到讓我滿意的帽子 然而這頂漁夫帽當我戴上他的一瞬間 就覺得就是他了 這頂帽整體的感覺是偏向軍事還有機能感 材質的部分選用了PolarTech布料 讓帽子同時具備了防水還有透氣的機能 在帽子的側面還有一塊灰色的反光拼接布料 我對亮亮的東西真的毫無抵抗力 上面有白色的字集寫著 A Nowhere Plans For Nothing 是不是在致敬Nower Man的歌詞 Making All His Nowhere Plans For Nobody 而在帽子的另一側則是 有New Era 還有A Nowhere Man的聯名刺繡 我第一次戴這頂帽出門的時候真的完全嚇到 因為他這頂是屬於帽顏比較寬的那種 所以戴上他出門臉上完全不會曬到太陽 不過相對來說這頂帽子他的outdoor感就比較重一點 而且也跟你講個小故事 兩個禮拜前我就是戴著這頂帽子出去打疫苗 結果在門口拉背居然問我待會是不是要去爬山 最後我們來到售價的部分 這頂帽子它的原價是2990元 不過那天在詢問店員之後 他們告訴我這頂其實是從倉庫裡找出來的出新品 剛好配合他們店鋪要搬家的活動 最後我只花了1000元就買到這頂質感超棒的帽子 折下來幾乎是原價的38折 加上這頂帽子的細節、質感還有做工 我覺得完全是撿到寶藏 後來回家之後查了一下 這頂帽子其實是2019年推出的超小眾聯名 如果你喜歡這頂漁夫帽的外型 其實New Era訂番的漁夫帽就跟他長得差不多九成像 價格大概是落在1500-2000上下 所以對這裡有興趣的話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接著第二樣的專利品是一件長褲 那這套褲是來自JKS的九分休... 九分寬... 寬鬆休閒九分褲 型號我直接打在螢幕上 在去年秋冬 我最常穿的雨天防火水長褲 其實是他們的A8 就是螢幕上的這一件 但並進到了春夏 所以有來開始尋找更涼感更輕盈的防火水長褲 然後這一件褲子啊 我剛從帶著你拿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嚇到 因為他這一整件的重量其實是非常的輕盈 而且以尼龍布料來說 他這一件的肌膚觸感真的是還蠻冰涼的 算是可以放進之前的夏日寬褲裡面PK的涼感程度 這件的材質選用了Teflon的布料 帶有防潑水、抗油汙還有抗UV的機能 外觀上是帶有光澤的抓中尼龍質感 這件對比我之前那件A8長褲算是高調蠻多的 不過這一件其實我原本沒有打算要入手 因為那時候從他們的商品評估圖 雖然版型看起來很不錯 不過這個布料質地感覺穿上身會有一點太高調 然後不知道哪一天他們更新模特使專照的時候 我才發現他這一件其實是那種比較低調的啞光質感 所以就決定要入手這一件了 它的版型是屬於九分長座的寬褲 寬度的部分真的是非常的寬 我這件只選了M號就有超級寬鬆的擴型感 如果把褲管微微捲起來 就會有點像之前介紹過的GU氣球九分褲 只是這件整體又更輕盈柔軟一點 這件在腰部有雙打折的設計來維持褲管的立體度 另外在兩側還有後方口袋旁邊 還藏有隱藏式的拉鍊口袋 所以總共加起來就有 一二三四... 八個口袋這麼多 小東西要放口袋的時候就不用全部攪在一起 然後因為這件本身就有抓住的效果 所以日常穿出門之前也不用再特別燙的衣服 那這件的售價是1380元 這價格可以買到這樣的布料質感跟版型 我覺得算是CP值超級高的 唯一有點可惜的就是 剛從袋子裡拿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一些明顯還沒有剪乾淨的小線頭 雖然這個是自己剪乾淨就沒事啦 但就是要再另外花一點時間 所以來說就是一件適合夏天的輕盈涼感寬褲 可以推薦給跟我一樣的怕熱懶人 接著我們來到第三樣單品 那就是夏天一定要有的短袖T恤啦 我手上這件灰色的刺繡圖梯呢 是來自未知領域的春夏新品 其實這一件我原本是打算入手白色的 但仔細看了一下我的衣櫃發現 我白色衣服多黑色也有幾件 但唯獨就是缺了一件灰色的T恤 然後這件它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它胸前的這個英文字樣 近看會發現胸前的East and West 是採用非常特別的字體 不像是在外面的字母T或是大學T常見的那種字型 再搭配右下角的中國風雲朵刺繡 整體設計雖然簡約 但又可以從中看出滿滿的細節 然後此可提外話 雖然位置領域它的設計 是主動在中華傳統元素 像這件圖T下面的紅色雲朵刺繡 不知道為什麼它這一件的配色 還有圖案 就一直讓我有種籃球風的味道 在我仔細的回想之後 啊原來是NBA熱火隊的LOGO 好兩個差的其實有點遠 算是我自己發現一個有趣的記憶點 這件雖然是寬鬆版型 但是它並沒有做落階的設計 而是設定成正常的肩線寬度 讓整件衣服在視覺上呈現寬鬆且俐落的感覺 另外這件在袖子的部分有做了拼接的設計 除了在袖口的地方有未知領域的經典圖案 在衣服的下板又有顯眼的橘色小標 其實都是一些低眼不會注意到 但近看就可以發現很多細節跟質感的設計 所以它的售價一樣是1380元 以它的做工還有質感的細節 我覺得是完全對得起它的價格 一次講了三樣超燒的單品 不知道大家心臟還厚得住嗎 但其實第四樣單品 才是我覺得這個月最屌的一樣三禮品 在那之前呢我們先來個裝打休息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月買的一些居家小物 這次我買了兩樣居家用的下板單品 那第一個就是這個來自IKEA 是不是IKEA 是不是IKEA 這是一個很高級的品牌 很多人都叫它IKEA 但是你想要告訴我一個秘密的嗎 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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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時候我就入手了一些室內香氛 來讓我的工作環境變得舒服一點 這一小包中下我跟你說 它的CP值真的超級高的 現在我已經把半包都倒到這個容器裡面了 那這一包它原來的售價是59塊 而且還有非常多調性不同的香味可以選擇 所以我手上的這一包就是甜碗豆香味的 聞上去會有一種莓果還有花香融合在一起的香味 那使用的方式其實很簡單 只要有一個開口大的容器 可以把乾燥花倒進去就好 比如說我又買了一個29塊的玻璃罐拿來當作容器 除了在工作的時候 偶爾就可以聞到淡淡的花香 光是擺在櫃子上當作裝飾品 看上去也是非常賞心悅目 而這個組合加起來 一共只花了我78塊 是不是CP值超級高的 大家如果有在找便宜的香氛 那下次出門去IKEA就可以留意一下 再來第二樣香氛單品 則是我手上這個超級迷你的口罩方向豆 而這口罩方向豆 顧名思義就是可以把口罩裡面的意味給去除掉 原本我以為這個東西會在口罩上面打一個洞 那疫情肆虐的現在防疫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後來入手之後才發現 它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死鐵 所以完全不會破壞到口罩上面的結構 而且我跟你說 這種東西就是平常看似不起眼 但你實際擁有它之後 就會完全改變人生的超級酷東西 只要把口罩扣裡面的海綿拿出來 滴上一兩滴你喜歡的精油 然後蓋起來扣到口罩上面 一開始出門的時候會聞到淡淡的香氣 然後隨著一整天下來 就算講了很多話也完全不會有口罩的酸臭味 對就真的完全沒有 是不是超神奇的 然後這個小東西在網拍上隨便收口罩方向扣 就可以找到很多類似的商品 一個我記得也差不多才20塊左右吧 完全就是可以無痛入手的超實用小物 不過建議大家購買的時候可以一次多備用幾顆 畢竟有時候可能還是會把它弄丟 而且一顆也不貴才20多塊而已 只要花幾個銅板就可以擺脫一天的酸臭味 我覺得這錢花的超級值得 綜合器來了 接下來的最後一樣單品 就是剛才提到這個月我覺得 最屌的一樣戰利品 那它就是我現在手上帶著這支G-SHOCK的手錶 它的型號是 GMA-S120MF-EA 我還記得在我國中的時候 如果你手上帶著一支G-SHOCK 那你就會馬上化身成超人的人物 其中最經典的型號就是表面很大很厚的那支GA120 那這支GMA-120是GA120的縮小版 聽說原本是為了女性使用者設計的 但我覺得它整體的風格還是相當硬派 而且縮小後的錶盤尺寸也剛好比較適合手腕系的我 不然戴一般款的GA120確實有點像小孩帶大人的錶 那這支手錶是我上次跟平米去逛台北時裝之後的那一天 剛好在市府附近經過2nd Street在裡面挖到的寶物 那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整體的用色 加上表面是選用了銀色的亮面金屬 雖然G-SHOCK的表面使用金屬算是還蠻常見的 但幾乎都是霧面或是法斯文處理 幾乎沒有看過跟這支一樣純亮面的金屬 然後我對那樣東西真的毫無抵抗力 搭上GA120標誌性的X型設計 還有黑色的電子顯示 在詢詢秘密找了黑色手錶好幾個月之後 終於讓我遇到的這支各方面都滿足我需求的GMA120 不過店裡那支錶老實說狀況不是很好 雖然它只賣1200啦 後來我上網找了一下 發現它這支手錶好像不是長期的款式 幾乎找不到還有在賣全新的店家 就是在網拍上用1900的價格買入了這支狀況還不錯的二手錶 其實近看還是可以看到錶帶的這部分有蠻多明顯的使用痕跡 但正面的表面保持的還算是相當的不錯 比起原價的4300 我覺得1900購入這支真的是超級划算的價格 由於我不是一個特別會收集錶玩錶的人 相信這一支GMA120應該會在未來陪伴我很長一段時間 影片的最後我們就來總結一下 這些單品全部加起來的價格到底是多少 我們先拿出計算機 今天的單品我們先用原價來算好了 帽子是2990 褲子還有圖T都是1380 手錶呢則是4300 然後有兩個相分類的東西就算100塊好了 最後全部的金額是... 10150元 而且因為篇幅的關係 其實很多單品沒有放到影片裡來講 像是我今天才收了這雙褲鞋子 所以全部加起來應該會落在1萬5到2萬之間 是不是有點可怕 當然我實際花的錢是遠低於這個數字啦 都是多虧了二手還有特價活動的福 今天一共分享六項戰利品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件 如果想看我拍一集亞瑟士的穿搭 也歡迎在底下告訴我 影片最後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放我的IG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Bye 影片